记者刘宾选南投报道,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,简称日管处,为提升潭区绿能运据使用量,争取知名电动车大厂特斯拉,以及国内充电系统商飞红公司,免费在潭区设置十只电动车充电桩,经在向山游客中心举行充电桩启用一式,现场特斯拉电动车还透过车门表演跳舞,吸引众人目光。 日管处则宣布,充电桩可供所有电动车款免费充电,该计划将持续到2019年底。 日管处表示,近年来国内凭受空污污危害,谈区下午二。 五数值虽多半维持在低度,但有时在大环境扩散下,或是停车场附近,数值仍会上升至中度,为减少空气污染。 日管处也说,这十只电动车充电桩可供各式电动车款充电,为鼓励电动车驾驶多加利用。 到潭区的电动车都可免费充电,补贴计划长达两年。 另外,环潭地区的饭店如寒碧楼、云瓶酒店、原森林饭店民宿等多家业者,也自行装设特斯拉充电桩。 盘官方民间联手合作,扩大电动车旅游,拉抬盘区观光。